规则与现实 组建中金公司所花的时间 远比沃兹沃斯预期的要长 但是当公司最终通过了中国政府的审批 并于1995年6月25日正式挂牌营业时 沃兹沃斯依然觉得中国是下一件大事 而摩根史丹利已经进一步超过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积蓄现今的国有企业 不断要求中国政府给予更多的资金 在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上 有300多家企业挂牌 90年代早期 政府尝试在香港上市一些国有企业 允许外国人买卖这些公司的部分股票 现在政府要卖出 允许公司直接向外国人发行股票这一步了 摩根史丹利在香港的竞争对手 抛出数百万美元的薪酬来聘用太子党 即中国共产党权贵阶层的子女 他们希望这些人能够带来一些承销业务 但是沃兹沃斯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 和中国一家主要银行的合作 中国建设银行和摩根史丹利之间 花了大量的力气签订的合同 将无法被严格执行 首先的迹象来自和资公司早期对人员的招募 沃兹沃斯想要得到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才 包括惊艳老道的摩根史丹利银行家和接受了西方教育 拿着哈佛和沃顿文庭的大陆中国人 他们能说流利的英语 理解西方金融业务 有着良好的个人素质 但是摩根史丹利在纽约挣着数百万美元的银行家们 不愿意冒险在一个受共产党领导的发展中国家工作 只有八名摩根史丹利员工加入了中晋 被沃兹沃斯指派为公司首任CEO的林仲耕 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他从世界银行招来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陆中国人 但就在沃兹沃斯审查应聘者时 他发现中晋公司的办公室里 出现了一些新的中国人面孔 他知道没有人向他介绍过这些人 也没有看过他们的简历 甚至连他们的名字 他们来做什么也不知道 他们就那样出现了 然后开始工作 王岐山为何摩根史丹利商量 就从建行调来了汤石生 担任公司人力资源主管 由后者批准所有的新招聘员工 林仲耕曾亲自带沃兹沃斯到中国大饭店 回见了一位被王岐山称为中国最优秀的交易人 方峰雷 当林仲耕介绍这位头发凌乱的壮汉时 沃兹沃斯看方峰雷更像是什么人的司机 而不是一名银行家 这个看上去就像刚从农村来的人 怎么可能有能力为中金公司 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呢 他连英语也不会说 沃兹沃斯暗想 没人会把它当回事的 当人力资源主管汤石生 开始否决沃兹沃斯任命的人选时 中国人对合同中人事条款表现出来的无视 才真正加剧了沃兹沃斯的紧张 一种行为模式显现了出来 如果沃兹沃斯的候选人了解西方金融 并且能够说流利的中文 正是沃兹沃斯认为中金公司需要的人 汤石生就否决 沃兹沃斯清楚地意识到 沃兹公司中的建行一方 不想要任何会说中文的摩根士丹利代表 在中国人看来 他们最好能够在谈论美国人的时候 不必担心有人会偷听并且回去报告 但是如果沃兹沃斯有机会能够和王岐山 就这件事进行开诚不公的讨论的话 他将听到完全不同的解释 对于王岐山和他来自建设银行的同事们来说 成立中国第一家真正的投资银行 对中国加入世界经济社会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他们绝不能失败 他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选 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 但是沃兹沃斯无法说服摩根士丹利最优秀 最聪明的人加入中金 他找来的都是海外华人 而这些人对在中国怎么做生意一无所知 王岐山强烈地感到 他得到的人不过是美方的二流甚至三流人才 沃兹沃斯时不时地听到员工对薪酬的抱怨和牢骚 他怀疑汤士生是幕后之士 中金公司的工资分成三个大的档次 最高的是摩根士丹利的人员 他们有着高额薪酬 汽车 司机 还有豪华住所 远低于他们的是由沃兹沃斯和林仲耕招来的 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管理层 他们的工资在八万到十五万美元之间 最下面是建设银行派到中金公司的官员 大多数人的年薪不到一万美元 沃兹沃斯本来以为薪酬情况在公司中是高度保密的 但是汤士生能够看到所有这些资料 而现在显然中金公司中人人都知道了 第一个牺牲者是林仲耕 林仲耕了解金融 但他不是一名有经验的银行家 他也不了解管理工作 他不知道怎么去运作一家投资银行 这点他本人和沃兹沃斯都清楚 还有让沃兹沃斯不高兴的是 林仲耕在和资公司早期的时候 并没有更坚决地维护摩根士丹利的利益 就在中金公司开张仅三个月后 林仲耕辞职回到了世界银行 沃兹沃斯提拔了林仲耕的副手杨斌 担任公司CEO 杨斌曾在八十年代早期 与沃兹沃斯在摩根士丹利共事 后来他去了美国倾债信托公司 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工作 沃兹沃斯把他召到中国 相信杨斌的中间人背景 将有助于与中国政府的交易 并能消除合作方之间 可能爆发的任何误会 风与雷 就在杨斌逐渐适应CEO的角色时 沃兹沃斯开始意识到 他高估了CEO 在和资公司中的作用 比如说 汤士生作为一名人事主管 似乎有着令人惊讶的权利 在美国 CEO是公司事实上的独裁者 而人力资源主管 在组织架构图上 要在好几层之下 但是在北京 事实上 中京公司中所有的中国员工 都向汤士生负责 而他则天天都让大家意识到这点 只有汤士生批准的事情 才能得以实施 然后就是方峰雷 这名王岐山坚持要安排进公司的 不修蝙蝠的车夫 杨斌可算是公司的CEO 但是在中京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清楚 方峰雷才是 是时尚的老板 方峰雷的父亲 在二战以前 还是一个重地的 但是战争期间 他在一个山洞学校中学习 并最终在中国军队的光学工业中 当上高级管理者 1968年文化大革命 关闭了中国的学校 方峰雷被送到农村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 1971年他参军 1978年大学重新开放 方峰雷离开军队 进入学校学习中文和国际经济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对外贸易部 1982年被派到河南省作为体制改革顾问 方峰雷在河南贸易局不断升迁 最终在1988年完成了第一笔交易 将省内最大的四家公司合并成一家 方峰雷担任二把手 王岐山当时担任北京农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长 他到河南进行实地调研时 遇到了方峰雷 最后方峰雷为王岐山工作 为他处理建设银行下属企业遇到的问题 同时通过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之女 他的妻子 方峰雷还开始在经济政策制定者当中 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 王岐山把方峰雷派到美国 去学习金融体制如何运作 在美国的时候 方峰雷的岳父介绍他认识了林仲庚 两个人相处得挺好 花了很多小时讨论金融和经济问题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游览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在大熊猫的前面 他们讨论了中国成立一家投资银行 为国有产业提供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想法 回到中国后 方峰雷向他的领导王岐山建议 成立一家合资投行 专注于国有产业的改制 他还劝说他有影响力的岳父 给朱镕基和其他领导人写信 建议他们学习美国的投行模式 推进中国金融改革 方峰雷的名字含义是风雨雷 他在中京公司的确是名副其实 他总是精力充沛 白天都在办公室工作 晚上则参加各种宴会和卡拉OK 他是王岐山的耳目 但是方峰雷的创业经历和创造力 也让他成为公司业务的关键推动者 和王岐山预言的一样 而中京公司的海归华人银行家们 则在惊愕和沮丧之中 干据方峰雷的监管之下 他们当中很多人曾一度看不起方峰雷 认为他就是一个对金融交易和资本市场 依窍不通的乡巴佬 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 他其实是中国商业风格大师 而他们自己对这种风格才是一无所知 这些年轻的银行家们 受到的事带有西方商业特点 做事直截了当的培训 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和方峰雷 以及潜在客户坐在一起 吞云吐物 吃喝玩乐 一直到很晚 方峰雷和客户聊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故事 抱怨那个时候政府如何腐败 方峰雷知道如何才能让潜在客户袒露心声 告诉他什么是他们担心的 什么是他们喜欢的 他知道在这些人各自不同的职业阶段 他们需要做不同的事 客户认同方峰雷 信任他 他对中金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 也非常警觉 他提出问题 倾听议论 感觉公司经营的脉动 来自建设银行的中金公司员工 比对汤士生还要害怕和尊敬方峰雷 他是典型的中国企业家领袖 任何人都得听他的 而他则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手中 正如一名中金公司创始人所说的那样 他要把所有人的卵蛋都捏在手里 在建设银行派和蒙摩根士丹利关照的 其他中金员工之间的不信任 进一步恶化了 摩根士丹利集团 把中金公司看成是进入中国方星为爱的金融市场的敲门砖 虽然他们努力遵循摩根士丹利多年来成功的体制和方法 但建行员工在按照中国方式做生意 中金公司获得的一些业务无足挂齿 同时中金公司的员工 显然害怕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们会不一余力的挤进来 在中金的海归投行家们去敲客户的门时 他们总是能碰到来自香港的追逐相同业务的摩根人 其他投行也不断派人来中国争取 因中金内部的官僚机制和紧张局势而被放弃的客户 互不信任 沃子沃斯和王岐山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越发明显了 有些员工对此很惊讶 因为他们原来以为这两个施权派是如此的相似 但是他们只是在各自的文化中才显得相似 两个人都有着不可动摇的自信心 大权在握 他们都不会对蠢人心平气和 谁也不会接受不得回答 而两个人对照来为自己工作的聪明人都很大度 非常乐意帮助指导他们 问题在于沃兹沃斯太美国化 而王岐山太中国化了 他们之间的沟通问题很突出 谁也不会主动拿起电话 和对方就问题的解决进行私下的交流 他们的会谈总是需要翻译的参与 两个人获得的关于合资公司的信息 又被打着各自小算盘的下属所筛选过 当内征和问题提交到两个老板面前时 他们已经被放大或扭曲了 两位领导人还陷入了跨文化差异的泥潭 我子我私不注意自己的言辞 他总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无论是好还是坏 他坚持规则 道德规范和好的公私治理 他已经习惯了按自己的方式做事 并得到下属和同事的尊敬 一些中金员工私下叫他巴顿将军 而另一方面 王岐山有着和他同时代中国人一样的 强硬的外表 而且由于他在中国社会中的显赫地位 他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感 但是和很多中国政府官员一样 他还有着恼人的自卑情绪 这是曾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人 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落后于西方国家所导致的结果 王岐山知道虽然他的银行非常庞大 但是他自己关于商业银行的知识和技能 还只相当于初学者的水平 和其他中国政客一样 王岐山也竭力避免冲突和承诺 他说着含糊的比喻 听众听到的是他们想听到的内容 这让我自我私抓狂 在美国商业中 你可以争吵拍桌子 但还是能一起喝酒的朋友 一名同事说 但是由于中国人的自卑情节 对王岐山来说 争吵不吃是在伤口上撒盐 很快两人就不再交谈 而开始通过董事会董事扎茂生 作为中间人 所有这些对杨斌都没有好处 作为合资公司的CEO 他很快就发现 自己夹在两方之间进退维谷 中国建设银行想要这个 而摩根史丹利则想要那个 杨斌对王岐山比较公顺 这种态度多多少少缓和了一些双方之间的关系 但是杨斌对摩根史丹利在纽约的高级和伙人 没有任何影响力 摩根史丹利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就利用这点 继续说中间公司的坏话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杨斌越来越多的时间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大门紧闭 失去机会 开张仅几个月 中间公司就已经显得步履蹒跚 方峰雷前往美国和欧洲 去考察那里的投资银行是如何工作的 在英国 他了解到英国电信和Cable and Wireless将要合并 后者持有香港电信的大部分股权 随着1997年7月香港回归的脚步临近 方峰雷知道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会想办法来解决香港电话系统在回归后 依然控制在英国公司手中的局面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全世界最大最快的电信基础建设过程 20世纪90年代 中国的电话系统从相当于非洲穷国的水平 发展成为令欧美羡慕的顶级的固化和无线网络 从1990年到1995年 政府在网络建设中投入了约300亿美元 大部分资金来自外国厂家和各自的政府 但这种做法就要寿终正寝了 由电部部长吴基传需要新的资金来源 回到北京后 方峰雷向中国提议收购香港电信 这步棋很大胆 保守的中国官员会立刻予以否决 但是王岐山很感兴趣 他把这一提案转给了邮电部的吴基传 在看过提案后 吴基传从家中给方峰雷打电话 我真正最想要的是这家公司 他说 他指的是香港电信 当时正值美国电信行业也经历相类似的崛起 摩根史丹利是融资工作中最重要的投行之一 方峰雷认为应该让摩根史丹利参与进来 为成立后来的中国电信提供咨询和推销 但是摩根史丹利在纽约的电信专家们 一口回绝了 带着纽约投行家标志性的傲慢态度 他们告诉方峰雷 中国不可能有什么大生意 他们不会把经历 从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业务中分开 他们看他就像一个白痴一样 一名了解此事过程的前摩根史丹利经理说 摩根史丹利的文化就是 如果你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你就是白痴 但是方峰雷有别的选择 他和摩根史丹利中金员工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高盛亚洲的主席约翰桑顿 却在建立与方峰雷的关系 高盛未必想要和建设银行建立合作关系 但是他非常想要和中金一起做生意 当桑顿听说方峰雷想要在海外 上市中国电信资产的宏伟计划 他立刻召来高盛股权资本市场部门的主管 麦克·埃文斯到中国与方峰雷见面 鼓动他与高盛合作 1997年1月 在海南岛一家度假酒店中 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方峰雷、桑顿以及一批高盛银行家和邮电部官员 一起制定了创立中国电信香港的计划 这家公司将持有中国国内最大的两家无线运营商 广东和浙江的资产 他拥有全国近30%的移动用户 然后再由他收购香港电信 此后投资人还有机会拥有其他省份的网络 这些资产将在公司成立后不断注入 这一宏大的计划 必须得到来自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批准 将最终决定是否继续计划 以及选择哪个合作方 交易不断进入更细节的层面 而方丰雷也随时向王岐山汇报项目的进展 随后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副总理 问王岐山在中国电信项目中 谁是中金公司的最佳合作伙伴 王岐山建议在中金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意中 邀请高省参与合作 王岐山的建议反映出了中金公司和左方之间 质疑恶化的关系 但是中国领导人早已开始怀疑摩根士丹利的真实意图 中国政府一直力推中国公司在香港上市 努力在7月份英国移交香港主权给中国的时候 展现最好的一面 而当时摩根士丹利被人广为引用的股市预言家巴顿比格斯 预测亚洲股市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即将破灭 他的话出现在了全世界的媒体上 朱镕基错误的判断 比格斯的声明显然证明了摩根士丹利在操纵市场 比格斯声明之前累积起来的做空头寸 引发了市场的急转之下 中国电信的业务不可能给摩根士丹利了 在高盛与中金公司的合作下 中国电信成为中国首个巨型项目 它第一次给了外国投资人投资全国性行业的机会 公司于1997年10月22日和23日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时上市 融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 中国电信的上市对摩根士丹利和沃兹沃斯来说是一场灾难 那些被约翰迈克胁迫着 支持这笔35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的纽约合伙人们勃然大怒 自从中金公司1995年开张后 他们从北京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是问题 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每天走进办公室时 心中的目的就是要击溃高盛 现在来自中国的最大一笔交易乘以十倍 给了高盛 而他还曾在摩根士丹利接手之前 拒绝与中方合资成立中金公司 沃兹沃斯在总部曾一度拥有的不可战胜的信誉 突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胸怀坦荡的CEO 杨斌接受了失败 他的副手奥斯汀柯南在1997年下半年 接任中金公司CEO 柯南是一名自律进取的新泽西农村少年 他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 拥有四个学位 并曾在攻击潜艇上服役 他是摩根士丹利在纽约 最头脑冷静 也最受人尊敬的经理人之一 摩根士丹利的CEO 约翰·麦克相信柯南突出的个性 将有利于赢得中金公司一律颇重的 中国员工的心 柯南不会说中文 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支支甚少 但是他的做事方式表明了 他对中国人和这个国家的尊重 他散发着领导力和信心 在他的办公桌上 有一个标签上写着不要抱怨 而且他像父亲一样 教导中国员工 柯南告诉人们 他对他们和中金公司的忠诚 而不是摩根士丹利 因为他的任务是建立一家一流的中国投资银行 柯南尽可能地减少 与摩根士丹利香港办事处的沟通 相反 他直接和纽约对话 他鼓励中国员工在开会期间大胆发言 不要被傲慢强硬的外国银行家吓到 他告诉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需要建议的时候 直接来找他 从中金公司开张一时 中国人就强调 摩根士丹利应该为合资公司带来投行技术 而在柯南担任CEO后 中国人意识到摩根的最大贡献 是成为中国员工的导师 与柯南共事的中国人 经常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他 胸怀坦荡 意思是他们信任他的真挚 相信他是真心关心他们的事业和生活 在中国文化中 行为独断是极其负面的 而平等也并非这个社会的标志 家长总是通过指出错误和不当来教育子女 政府通过控制 羞耻和无所不在的监督进行统治 对犯错误后遭到惩罚的担心 左右着大部分员工的行为 因此中金公司的中国员工 对老板发自内心的友善 诚挚和教导 极其欢迎 他的能力无庸置疑 对很多人来说 当权者能够友善地对待自己 这在他们的人生中还是头一遭 柯南消除了合资双方之间的众多矛盾 看来中金公司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然而1998年5月 在接替杨斌担任CEO的6个月后 奥斯汀柯南在北京死于心脏病 享年56岁 方峰雷和他的中国同事们 丧失了一名亲人 很多年过去了 方峰雷依然会给柯南的墓前送上鲜花 表达对逝者的尊敬 是他的心 而不是他的头脑 方峰雷说 不是他的技术能力 而是他的管理风格 他尊重我们